广东的龙舟进度是当地影响面最广的传统文化活动之一 而东莞有着全国时间最长的龙舟乐和最热闹的龙舟氛围 前不久一段东莞龙舟队员在陆地上模拟华龙舟的视频走红网络 网友们戏称动力车间被曝光了 那么这种训练方式究竟有什么奥秘呢 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来做了解 在东莞市高步镇的卢村村 我们看到了被网友称为黑科技的室内龙舟训练装置 这套陆地龙舟训练装置是由两排不锈钢架 悬吊着一艘龙舟组合而成 装置充分利用了定滑轮的杠杆作用 而秘密武器在于每个座位旁边安装的这个铁桶 铁桶里装满了泥沙 用于增加阻力 我们叫龙舟拉力气 这个没有人帮 只能自己靠自己 水里面有的人偷懒都可以 还有在这里下面的焦那个动作 就比较统一 觉得好焦一点 为了备战即将到来的大小龙舟比赛 在下水之前 前期的陆地体能训练 主要以拉铁桶为主 滑动船桨时 铁桶在滑轮作用下便会升起 通过往铁桶里添加不同重量的沙子 就可以调整训练强度 队员们从石巾开始训练 逐渐增加重量 直到如今 每次训练 铁桶都会装满 30斤重的沙子 最开始我们是从30下 然后到50下再到100下这样的 浑身痛 第二天腰痛手痛 都是起码整的 要用标准的滑龙舟姿势 拉动30斤重的铁桶 十分不容易 但龙舟队员们已经坚持了两个月 如今 需要不间断地拉动铁桶 150次才可以稍作休息 每天晚上都要练满两小时 天气炎热 体力透支 需要队员们极大的毅力和耐心 很辛苦 很辛苦 对 正常来说 你十多分钟也要稍息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运动量太大了 虽然运动是比较累 但是为了肢体 我们愿意去付出 为了备战端午前的各项龙舟比赛 庐村从4月初就开始选拔队员 并分阶段训练 龙舟队员有60人 都是本村的村民 年纪最大的接近60岁 最小的刚刚20出头 这么一样用脏嘛 可能没办法 我很喜欢这种团队氛围的 就是一起咬着牙 拼着劲 往前冲 卫生全关嘛 已经坚持 坚持到底